大家好,欢迎来到Hana的旅游韩国语课 我是旅游韩国语的女主人Hana 认识你们很高兴 안녕하세요,旅游韩国语的安邦马님,Hana입니다 만나 뵙게 되어서 반가워요 那好,我们现在要看什么呢? 对呀,就是你们尝一尝旅游韩国语是什么样的课 那好,先来介绍一下旅游韩国语是什么样的课呢? 最近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到国外旅游的人特别增加 然后随着韩日文化的嫌弃来韩国旅游的人也增加 当然现在来的很多人是一般选择团友 可是呢,最近有很多人选择自助游或者被骑足 那个被包足,让作被包足来韩国旅游 为什么呢?更自由,更什么享受 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想看的东西 所以你们都选择自助游吧 那好,你们都想来韩国旅游吗? 那么我们的旅游韩国语是随着旅游过程 学习各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内容 词味和句子一起来学习的 所以你们备起行囊之前一起来准备留韩国语课吧 然后呢,你们就准备好了来韩国的话 你们可以随便说话 可以自己买东西,自己围定宾馆那样的 然后可以回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那好,我们一起看看我们要学什么样的内容 好,这里是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课程 第一个是在机场,从机场出发做公共机车到酒店到宾馆 在餐厅吃饭,然后我们出来温路找地方 然后呢,在百货商店买东西 还有我们不仅是在百货商店嘛 还有那个东大门商场啊,明东啊 或者是在市场里买东西 那样的话我们需要什么? 讨价还价,不讨价还价的话 我们会以贵的价格买东西 那样的话太可惜,太舍不得花钱嘛 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讨价还价 在这儿也要学习赎钱的办法 还有呢,我们到旅游景点看看 韩国有什么好看的东西 然后呢,我们看在旅游景点做什么 拍照,要拍照嘛 然后呢,到长途汽车站 我们做高速公路 或者是游等巴士到很远的地方去 在那个地方,基督岛当然要坐飞机 可是富山啊,还有那个广州 青州那样的地方呢,坐高速公路也可以到 还有呢,我在这儿选择长途汽车的原因呢 火车和长途汽车买票的办法是一样的 那好,在这儿呢 然后呢,我们选择你要看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看表演啊 或者是去那个电影院 影院看那个电影的话 需要的句子都一起来看看 然后我们去电子城 因为韩国是一数据 数码东西很有名的地方 是吧?数字商品很有名的市场 还有数字产果嘛 所以呢,我在告诉你们 在电子商店,电子城买东西是需要的内容 好,然后呢,我们要解决经济情况 我们无论如何要预备万一嘛 所以呢,要学一下经济情况 然后呢,预备,为什么? 先要预备,当然要预备什么 套餐商品啊 或者酒店 可是在这里也要预备什么? 回国的飞机票 然后坐飞机 回国就行了 就按照这个过程,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的旅游韩国语 在这里你们努力学习的话 你们可以来韩国以后会说韩语的 那你们是不是现在担心 啊,这样看起来很难 不是的,不用担心 我们给你们选择了最最重要的词汇 可是这个词汇是不是很难的 最简单的说法来告诉你们 那好,我们怎么进行我们的课呢? 就是这样 就是第一个是基本文章 最基本的内容 最简单的句子一起来学习 然后呢,在这我们 只知道这个句型就可以 然后呢,应用 我们做应用练习 那个呢,应用练习是怎么做呢? 提换词汇,或者是提换什么情况 然后呢,说 应用这个基本文章来说话 那样的话,你们可以背下来基本文章 还有学会很多需要的内容 是吧,那好 然后呢,复习 复习是有两种 第一个是我先给你们看看汉语 然后你们可以回答 用汉语回答 然后呢,反复练习 跟我一起来用节奏的办法 快一点的说几遍 那样的话,你们可以 你们的手头可以适应韩国翻译 是吧,那好 你们还是觉得 不知道,还是觉得 是不是很难 这样想的吧 那别担心 给你们看看 表演一下 我们的课是怎么样的 你们尝尝 留汉语课 第一课是在机场 所以呢,我选择了第一课的内容 在机场是什么? 机场是什么? 空航 空航在这里面写了 可是我们的课里面 已经写好了 所以呢,你们一定要看 好,这一机场 空航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第一个 基本文章是什么? 어디 있어요? 어디 있어요? 好,这样我们 我停顿的时间是什么? 给你们时间 跟我读 不跟我读的话 你们的手头不会适应 一般学外语 是一定要说出来嘛 好 어디 있어요? 어디是在哪儿的意思? 있어요是有的意思 在哪儿? 我们问什么东西在哪儿的时候 用 发生事人 어디 있어요? 我们来旅游的话 在机场上要解决肚子的问题 第一个肚子的问题是 卫生间 第二个肚子的问题是什么? 饿肚子的话怎么办? 那样的话怎么问? 食堂是什么? 餐厅 韩字是食堂 中国的食堂一样的 可是意思是餐厅 饭外 在那个学校外边 或者是公司外边的餐厅 也是食堂 韩国是不分桌的 好 食堂是 어디 있어요? 餐厅在哪儿? 我们这样学先学基本文章 然后学应用的办法 提换机会 就可以说表现你想说的内容 那好 怎么复习呢? 这次常复习一下 第一个 你们自己回答 卫生间在哪儿? 卫生间在哪儿? 怎么说? 在哪儿是什么? 어디 있어요? 那卫生间是 化妆室 那怎么说? 对 化妆室 在哪儿? 在哪儿? 第二个 食堂在哪儿? 餐厅在哪儿? 在哪儿? 怎么说? 啊 어디 있어요? 是一样的 所以呢 食堂 在哪儿? 在哪儿? 好 这个我们反复练试是怎么做的呢? 各位一起来练试一下 我建议 你们选择 HANA的留韩国语课 你们觉得什么样? 觉得难吗? 不难吧 很简单的办法 一起来学习各种情况下 所需要的内容 所以呢 你们真的打算来韩国的话 或者是你们想知道留韩国是需要什么样的句子 一起来看看留韩国语课 准备好了吗? 你们选择留韩国语课 好 那我相信你们来我们的本课 我们在本课里面再见到 我在那边等你们了 在第一课再见 再见 谢谢 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